我们先讲一下它的Basic 然后会介绍UR SPI跟I2C 那在我们的Lab里面 Colver SoC里面 你们会用到UR跟SPI I2C在我们Lab里面就没有用到 首先一个就是传统的Paylor Bus Paylor Bus就是这个Data 事实上就是Paylor 就是Multi-B的Data来传递 那在这个以前的系统来讲 它很多Peripheral 其实是会Share Share一个Common的这些信号 那么但是在同一个 当你去Poggon 由MCU在Driver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家伙都会听 会听但是我今天要去读 某一个Peripheral的时候 其实也不见得写的时候 每一个都会听 所以它还是有它的Tripe Select Tripe Select 所以有Controller来决定说 我现在到底是跟哪一个Peripheral 做沟通 所以对应的这个Select信号就会举起来 所以当你去读它们的时候 没有被Select的Pin 这个Device它的DataLine就是要Float 只有被Select这个Data 才能够去Dripe它 OK 所以MCU就是一个时间 只能跟一个Peripheral Community 好 现在就是讲到Serial Communication Serial Communication有两种 一个叫做Synchronous Synchronous就是表示说 它有一种它有一个Tripe 有一个Tripe 真的就有一个Tripe 它们有一个重用Tripe 那这种Tripe 当然就比较比较 但代价就是有一个Tripe 那另外一种就是一个A-Tripe 也就是我两边在整个Tripe的时候 并没有Tripe 它有的就只有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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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Data 它有Data Data 所以说像这种形式呢 你的Sender跟Receiver 必须要A-Tripe 用你的参与 你必须来说 你的Sender 跟Receiver 要A-Tripe 要A-Tripe 你等会告诉我们 你Tripe 还不行 除了你这个Poll Rate之外 但我还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计程 来做计程 等会告诉我们 请以后开始 好 就结束 在开始跟结束期间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这就属于A-Tripe 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这个Data 这个两边层的推定 我叫Full Duplex 还是Full Duplex Full Duplex 对 那假如说在一个时间里面 我只能A-Tripe 或者只能做银器 对 好 对 好 那Sender 这个Data的传递呢 基本上我是用一个Sender Sender Sender 来达到 那在这边这个例子来讲 它有一个Common Class 有一个Common Class 那这个是Transmit 不是理性 所以在Transmit之外呢 它首先第一个要把PairData PairData把它漏进去 所以做一个漏的 所以把它漏进 漏进这个Resist 漏进 漏进去之后呢 就做Chip了 Lock了之后 好 所以这个是 Serial Communication里面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那对方来讲呢 它就是 搜Data 好 一直 然后达到一个Friend 搜到一个Friend 那个Friend的Size 我们到时候再进去 它是八个B 九个B 抽到整个B 整个B 整个B都Shift进来之后 我再做一个Out 整个B 如果这些Data 我再把它 所以这就变PairData 整个Frame到达 抽到完整的Frame之后 就把这个Beta 整个B 那在做这种Chip 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怎么样 就是会用到这个Cock 的两个A 就是你用一个A 组成Suite 另外一个A组成Suite 所以这边就是 从这里面就是两个Tit Point 基本上是Chip to Racist 才拿到产业 然后你需要有这个 然后你需要有这个 等一下 接下来 OK OK 好 咦我现在用的 这个Wi-Fi是 不知道是哪一个 是我这边这个 OK 好 好的 好 这样子 好这个是Full Duplex 就是有Transmit跟Receive 那 这个 Full Duplex 就是你有Data In 跟Data Out 同时都可以传递 假计 假计 Half Duplex 就只有一个Data Line 然后你就是要 故意 我到底是MCU在Drive呢 还是Peripheral在Drive 好 那这个A-Suite 什么飞行来讲 它的有一个Basic的Portacle 第一个它 它并没有一个Totline 它并没有Totline 这假设是Transmit端 然后这是一个Receive端 好 Receive 那这个Transmit呢 有自己的Clock 这个有它的Clock 它自己的Clock 这边也有它自己的Clock OK 那这个Clock的频率当然都很高 都很高 好 那中间在传递的时候呢 有一个所谓的Bow-Ray Bow-Ray也就是它的Data 就是Clock OK 那Bow-Ray跟这个Clock有什么关系 首先 我这样子的一级Data 我要去Sumple这个Data 其实我有很多个A-Suite 所以它会有什么 我先讲一下这个动作原理 这个动作原理 首先第一个 我有一个这个 两边都有它的Clock 那注意一下 这个Clock 1跟Clock 2呢 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用这个Clock呢 这个Clock的Frequency呢 会除以我的Bow-Ray OK OK 好 然后 不对 就是 我的Bow-Ray是怎么决定的 OK 我的Bow-Ray呢 我先会 把我的这个Clock呢 除以我先除以一个Base Base的Divider 因为这个频率很高 这都是MHz 这是MHz的频率 那这个东西都是几K的频率 然后再来就是Oversample的次数 所以同样的一个B-Time 这样子是一个B-Time 这叫做T-Bit 这个时间呢 这个T-Bit呢 可能会被Sample几次 它可能会Sample四次 或者是Sample八次 Sample越多次就越精准 因为记住这双方其实是没有Clock的 所以真正的Bow-Ray要怎么算出来 就是背上我这个频率 这个假说是12MHz 然后我要产生Bow-Ray9600 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假如说产生Bow-Ray9600的话 那我可以看算一算我要产生 我可以有用到多少Oversample 这样子 那这个最后两边都会图 两边都会用它的频率呢 选择适当的这个你的那个 你到时候要PoGrain一个值进去 PoGrain你的Value 这等于你的那个Counter DivideCounter 你要PoGrain一个值进去 然后决定你 你可能决定要Oversample几次 然后你就会除出一个Bow-Ray 除出一个Bow-Ray 除出一个Bow-Ray 那因为这两边的频率不一样 所以你这两个值也都不一样 然后除出来的Bow-Ray 会不会完全一样 不会 所以说对于它呢 你可能会得到一个Bow-Ray 加上一个Delta-1 那这个呢 你可能会得到一个Bow-Ray 加上一个Delta-2 那这个Delta-1呢 不会等于Delta-2 可能不会相等 不会相等 但是所以你在想象一件事情 当我一直在传递Data的时候 一直在假设我的Data 一直无限一直这样传递下去的话 由于Delta-1跟Delta-2呢不一样 所以最后呢 就慢慢Shift掉 慢慢Shift掉 那你的Data呢就可以Sample错误 就会Sample错误 原先这个Data呢 原先我是要在这里Sample 然后过了一阵子时间呢 我Sample点在这里 又再过一阵子时间呢 又跑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就慢慢Shift 结果错掉一个Bow-Ray 错掉一个Bow-Ray 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是有可能的 尤其是假设 因为像这种 来讲我就是一个 Stop it Stop it就是写0 然后Stop Stop it就是写1 OK 那像这种情形之下 你会发现到 我假如说Stop it是0 然后我要传A A A A是1010 1010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一个Stop it 这是Stop it Stop it 这是Start 然后呢 用E 就是传这个5A A5 A5 这个到底怎么样 0 0 1 0 0 1 0 0 0 1 1 0 1 0 1 0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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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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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去传它的话 这都是0101是在 在tago 所以传了很长时间之后 假设这data1跟data2 不一样的话 你的clock就慢慢慢慢shift 你可能就shift超过一个bit time 就错误 ok 所以 那个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这个startbit呢 有时候是一个bit或者是两个bit 你两个bit的话 就可以tory更长的这个data 这个data1跟data2的clock的变异 就可以越差异 就可以容忍比较大 差异 ok 所以你的做法就是 receiver呢 先detect leading的startbit 我detect到这个startbit之后呢 我就是 每隔这个从这里开始大概到中间点 1.5个bit time sample第1个data 然后2.5bit time sample第2个data 3.5 sample第3个data 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在这里面并没有 并没有clock 的方式 所以里面呢各自用他的 的clock 去得到他的bouret clock 得到他的bouret clock 那这bouret clock 每次后面几个bit就是 1.5 2.5 3.5 这样子来sample下面的bit ok 那serial跟parallel communication的差异 那基本上 parallel communication因为multi bits 所以这个就容易 容易fail 因为他很多这都是 mechanical的connector 等等的 那大部分呢 我们都会用serial communication 现在parallel communication像printer port printer port就是很传统的 是用 现在也没有用 现在都用usbprinter 也都是serial interface 所以serial interface是主要在使用 好 那在serial communication里面 我们后面会讲到ur 会讲到spi 会讲到i2c 基本上 这些serial interface都 下面这些特征 第1个特征就是data frame 你要定义你的data frame 的format 这是双方 transmit跟receive都要aware 要aware 两边要是没有synchronize 你的data就根本不会 所以你要aware 一定是一个star bit 然后data data你到底是7个bit 8个bit 9个bit 所以这个要 双方要同意 然后再来 你是不是有parallel 是不是有parallel 这是optional 然后你要有star bit 那个star bit 到底是一个star bit 还是两个star bit 所以这个frame呢 这整个这个frame里面的format 两边都要aware 所以说在transmit端你要poken同样的setting receive端也是poken同样的setting 所以这个要放在configuration register里面 然后再来呢 你用的timing 也就是你的board rate 两边都要aware 就说这边呢transmit端说是9600 那receive端也必须是9600 那事实上都是9600加一个小data 加一个小data 那这data就是要很小 那这个data就是靠star bit 来compensate它的那个clock的差别 好然后在 在这一个frame上面 这是一个frame 这个frame上面呢 我还可以有一个network level的protocol 举例来说我可能要把address送上去 像以SPI来讲 我在传递的时候我就传递 我要送command 然后要送address 然后再data 所以你要在这个baseline的这个link layer的 这个上面呢impose一个所谓的这个 protocol layer的 的一个access 然后你告诉我说我data要传递多少 data payload 然后我可能不用parity我用的是ECC等等 这些 那这些 特殊的network protocol 是架构在basic的这个data frame上面 那error correction 那我们平常用parity 那parity有这个even parity 那evenr怎么讲呢就是你的data呢加上你的parity 这total加出来假设是even bit 你要把它凑成even bit的话那这就叫做even parity 或者你把它 那number1呢是art的话 那就是art的话 那就是art parity 那你可以用更potection更高的就用这个crc 用crc 那crc可以做到multi bit的protection 那我只能测 我只能测记住个bit corrupt 我就可以detect出来 那我假设是even bit corrupt 就测不出来 那crc就是 他可以有multi bit的fair 那他都可以detect 就比较爽 然后我们来看ur 那首先第1个ur是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所以ur上面呢没有crc 没有crc 所以他只有tx跟rx 那tx 所以他是 他是duplex 对不对 所以他是duplex 然后但是是asynchronous 那同样的他就是 两边要规用你的timing parameter 还有他的data frame的format OK 就是ur 所以ur的protocol呢 在传递的时候就刚才谈到啊 你要有一个start bit 然后呢 这边看你是几个bit 的data 可能是 他可以从5个bit到9个bit 好像是 然后 看你option是不是有parity 那最后是一个start bit 那这个ur的 他的一些configuration设计 首先就是bowrate bowrate 就是你的bit 几次你的bit 定格数 然后你要传递的data bit 就可以5到9个bit 然后你头要加上一个start bit 中间就传你的data bit 5到9个bit 那parity呢 either没有parity 或者一个parity 那start bit呢 一定要有start bit 你可以选择一个或两个start bit 那这个start bit很重要 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两个device可能会 out of sync 因为那两个clark1跟clark2 它除下来的bowrate不是 exceptive 只会加一个小data 所以 当传递的时间长的时候会chip 所以我就是要用start bit 所以可以允许 较高的这个clark 必然有差异 那他有parity 所以用UR其实是非常非常common的 那主要就是两个wire 不需要有clark 然后他也有parity 所以可以做一些arrot checking 那他的坏处就是 他的data呢 一个pran呢 就只能传 最多就是9个bit 所以他overhead蛮大的 他的overhead 因为你有一个start bit 然后你有一个start bit 那你可能有一个parity 不管他的话 然后加上你的data data假如是八个义合化 所以你整个那个层书上面的效率呢 就只有10% 就80% 那UR会用到很多 就是像debugging 像我在系统布起来的时候 在我的boot code里面 我常常会print一些message print一些message 那这print的message 他就direct到UR 那UR就接到远端的device 所以我可以看到boot的load 这是经常人们在用的做法 这在我的boot code里面呢 我就是 送一些message出来 就送UR送出来 那送出来 我可以知道我在boot的过程之中看到 所以你经常看到那个remote端机器在boot 然后你的远端呢 monitor就show了一些message 那些message就是用UR 这样子 然后在manufacturing的function测试 或者在验证的时候 UR是非常非常 非常普遍的 好我们来看SPI Flash 在我们的clarbo里面 也有用到这个SPI Flash 那SPI Flash basically有四个Y 四个Y 四个Y 那他有 他有clock 有chip select 有clock有chip select 然后有data in跟data out 所以他是什么样 他是synchronous 因为有clock 然后他是duplex duplex 所以他有output input 所以他就是需要有四个Y 这样子一个系统 那这个device 这个系统里面呢 就是会有identify一个叫做master 一个叫做slave 那slave像在我们的clarbo里面 就是SPI Flash 就是他的是一个flash memory 那我就是从这个clarbochip里面 去drive我的clock跟chip select 把他的这个flash run data 把它寄进来 这是SPI 那么这个你可以defin不同的mode 这是他的基本setting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么假设我是从clarbochip的folding edge去drive出去的话 我data sample就要用rising 好 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那你假设是rising drive出去呢 对方就是用folding来sample 那整个SPI Flash 在系统上连接有几种做法 一个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单纯的 就是用SPI Flash的pin 就接一个SPI Flash 那我可能是multiple 我可能有multiple SPI Flash 可能有multiple SPI Flash 那他去了common的 的信号 common的这个chip select chip select 跟这个data in master out slave in 或者是master in slave out 这样子 然后chip select 单独control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cascade 把cascade起来 这样子 那么再来就是 我可能可以有multiple master 来共用这些 所以这是他 可以做的这些configuration 那SPI Flash 它的protocol没有stop 因为它是属于synchronous synchronous 所以就不需要有stop beat start跟stop beat 那么 protocol也很简单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serial interface上面架构 刚才讲的network layer 举例来说 像我要做SPI Flash的re 读里面的data的话 所以我第一个的8个bit 就是打command 打command 然后再打我的address 这个address 看有多少个bit 像我们现在的例子 SPI Flash是24个bit 的address要打出去 command 8个bit 然后等一个两边的dummy cycle 看你要等多少时间 等多少时间之后呢 那个他data就会读进来 那你假如要写到SPI Flash 你就打一个command 然后你就把那个data 就一直shift出去 他就写到SPI Flash 所以这个就简单的SPI Flash 那SPI Flash用到非常多 各种的sensor camera lens communication 这样我们的例子就是用SPI Flash 等等这些 好 然后再来就是i2c i2c的特别就是 这系统上面可以有很多i2c的device 可以有很多他的device 那这个device呢 他就两根wire address line跟这个 clock line跟data line clock line跟data line 这两个 所以你的做法 他上面就是会有一些portacle 建构在上面 那这个因为是multiple的device 那么你首先是由这个controller 来select到底是哪一个device 来动作 所以他们因为是share相同的pin 所以都会用open-drain的方式 open-drain的方式 所以 只有被select到的那个device OK 被select到的device 他可以去control他的clock control他的data 那假设是由master送data出来的话 这个device 可以跟别的device communicate 所以这个device他就去toggle他的clock 他drive这个 drive的话就把clock拉漏 所以在板子上面是有一个pull up pull up 所以当他drive的时候或者是关掉的时候 就可以toggle这个clock 那同时呢就可以drive你的data 那这速度其实是 是非常非常的慢 好所以在spiflash 刚才讲的这是electrical上面的特性 那么他在传递message有一定的format 那他的format的做法就是 你这当然也可以用bbanning的方法来控制这个data 跟clockline 那他的protocol就是先也是有一个start性 因为他是asynchronous 所以也不能说asynchronous 他就是用这个来做clock 首先你是先把data line 拉到low 然后再drive你的clock 那之后就是data跟clock 这样子来传递 那最后会最后有一个rewrite command 所以这一部分是送address 所以每一个家伙呢 其他的这个i2cdevice都会去listen这个address 所以每一个device 他都有一个address 他可以辨认的address 所以当你把address打出来的时候 那个target端呢 他辨认到这是他的address 而且是做read或是run 那被select到或target到的那个device 他就会response 例如说他可能做read的那他就把data可以吐回来 是这样子 所以在他的这个frame message frame里面 有一个start condition 然后有一个address的transmission address transmission 然后有一个data的transmission 然后最后有一个start 所以这样子算是 做一个i2c的一个transaction OK这是i2c的message的format 所以这个i2c他的device会用在非常多 像这个eeprong当做id 当做id 那你就把那个id拨滚进去 那么像每一个这个 那个din module 每一个din drun的module 上面可能都有一个i2c的device 所以说在那这个 这版上面有很多的这个din module 那么 然后这些i2c是可以串起来的 这些i2c串起来 所以我在系统上面 我可以去读一些din的参数 din上面的configuration 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din的一些参数 就program在这里面 那我的 这个电脑系统呢 就可以去读 我这每一个dram它跑多少速度 for example 这个din上面的速度是多少 它就引扣在这里面 或者这个din是什么vendor 来加出的这个drammodule 也都在里面 所以当你系统布起来的时候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神颂的dram 然后这是Hondai的dram 然后你怎么知道这个dram是跑多少速度 等等 那事实上就是由系统 BIOS 去从这个i2c把它的ID 所以这是Wonoff的应用 OK 那很多的 有一些这些device里面的一些讯息 它的 参数啊等等 这是 就是就放在i2c的device里面 OK 好的 所以这边很快的就把Word communication 大概就 介绍到这 OK 好 那 的 我们就不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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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想想想想想看 崩�子 我